早安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月21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日了 在香港 M家博物館 有一套中國的電影 它在香港可以上映 但是那部片名 就不允許說 原因是那部電影叫做 北京澤總 聽名字 大家即時會會心微笑 為什麼北京澤總在大陸 就可以照上映 而且就不用改名 來到香港就要改名呢 而且 香港的官網顯示 只是看到導演叫做張元 寫著張元的作品 有網媒大成智報導 這套北京澤總 因為名字 過不了香港的電檢 所以 準影證入面 將這個片名改為 張元作品 我們看到在M家博物館賣票 他們的戲名就改為 北京 如煙往事 這個節目 這套電影就是1993年拍攝的 導演叫張元 格式是85分鐘 用普通話廣播 有中英文字幕 賣票正價85元 特位是68元 我們看到有記者 去買票 那場次是2月18日的下午3點 首先說說這套電影 很多網民認為 這套電影在香港的名字 不可以直接用回原名 要改名 是不是跟習總 發音跟習近平 習總有意思呢 習總 因為廣東話 是一個比較不是好的事情 例如打亂種 對於 香港或者廣東話 是特別有敏感的 但是在大陸上映 在廣州上映有沒有這個問題 好像沒有 在廣東省有沒有改名呢 也沒有 只是香港要改名 現在 香港其實 比大陸更差 又或者香港 比大陸更加阻礙 任何東西 只要經過香港 他都會變成 不是業餘 是變成 更加的刹鞋 更加的 幫習近平 被毀 翻查大陸的網站 好像百度 豆瓣 愛奇藝 全部都是正常顯示的片名 叫北京習總 當然 大家知道 北京真的是一個習總 那個人叫習近平 是不是 習總 也是理解為 廣東話說的習總 就是一些 不是正常婚姻生出來的 又或者是混血 他們叫混血兒 很噁心的叫習總仔 因為 他的種是混亂的 有記者向M家博物館和電影報刊辦查詢 他們沒有正式回應片名 為甚麼過不了電檢 只是表示 導演張元 和M家的策展團隊 更新了電影標題 以特顯 張導演在M家戲院2024冬季節目中 北京如今往事的節目的角色 電影報刊辦回應 不會就個別影片作出這個評論 我們就想跟大家說 香港 其實已經比大陸很多城市更加阻礙 我們看到香港政府那種警察執法 基本上在大陸的城市 不會有那麼嚴厲 除了北京之外 北京可能會 但是香港 已經好像北京那樣 香港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 香港要避諱多一點 因為正常來說 大陸避諱就要普通話發音 所以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大陸的漏集就改成漏人 好像很好笑 基本上 很多東西都不能夠用回原音 大陸人很喜歡用鞋音 香港 香港不單止要避諱普通話 還要連廣東話的記位也要避諱 例如習總 習總這個問題 其實也是一開始 誰叫你姓習呢 總書記就是習總 或是習總書記 如果你在大陸說習總書記 可能會被人上綱上線 這個跟當年的文革相似 現在香港正在走文革的道路 文革小小事就可以說你反革命了 一句話 你知不知道當時 毛老毛就把一羅巴基斯坦送給他的芒果 送給了一班工人 工人裏面有一些是南方人 因為他吃芒果 他說芒果不是很值錢 只是很賤 一句話而已 被人打成現行反革命 神聖的芒果 在你眼中竟然是賤 廣東人就見不見賤 只是不值錢 意思就是不值錢而已 但是 如果你給北方人聽到 你竟然覺得毛主席的聖果是賤 即時 就是要 被人打倒 因為現行反革命 所以 記位這件事從來都是獨裁政權 文字獄的地方才會的 中共 實際上 是充滿了 文字獄的地方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 文字獄是那麼嚴重的 外國有沒有 可能也有 但是 好像香港那麼嚴重 其實是不多見的 香港 中國 現在香港也開始有文字獄 你看到在網上 很少的事都會被人抓去坐牢 或舉報 說你煽動 說香港加油 原來是香港獨立的代表 大家會不會想到 說香港加油就是香港獨立呢 這跟文字獄有甚麼分別呢 完全是沒有分別的 根本就是 赤裸裸的文字獄 好了 我們看到 這套電影其實也打破了很多問題 第一 揭露香港比大陸的本質還差 第二 反映大陸其實很多時候的社會 沒有香港那麼壓抑 也沒有香港那些小子那麼離譜 因為本身他們都是大陸人 他們不需要表現出來跟正苗紅 而香港這班 因為他們是港英如燕關係 他們 他們要比大陸人更加積極 更加左 更加極端 這些在文革的時候稱為 積極份子 積極份子 主要是因為他們本身出身是黑五類 肯定就不是跟正苗紅那些 所以 他們要比一般人更加左 更加熱愛毛主席 說說話更加革命 好了 我們想跟大家 介紹一下這套電影 這是甚麼北京集中 只是你說的名字 北京集中 在這個故事背景就是改革開放的大潮之下 古老的皇城北京 也都按來不住那份躁動 人們來去匆匆 生活折走桃然加快 躁動的搖滾樂 以及事無忌憚的漫罵 響徹夜空 80年代 當時吹見一首一無所有 唱出全中國人的心聲 被中共搞得真是個個一無所有 看不到未來 卻有位未來拼搏的年輕人 視以宣洩 心中的憤怒 搖滾樂手 他們和他的女朋友 有了小孩子 在要和不要的小孩子之間 吵了一場大交 之後呢 那個女朋友 叫做毛毛 扮作不經意的這個男主角卡子 四周圍找他 而其中一個樂隊 搖滾樂手 崔健 崔健 自己做的 他的搖滾路上 艱難前行 身無紛紛的他們 交不起場地的租金 被迫打游擊 樂隊的排練經常受到干擾 賣書為生的另一個主角王爺佬 被騙子 騙盡前財 他和他的好朋友四周圍找尋這個騙子 結果兄弟之間 反而出現了一個矛盾 在滾滾紅樓 一群不受著束縛的年輕人 砌著他們 兆華未盡 可以燃燒的 盡量的揮霍 盡量的燃燒 這部影片得到1993年 樂家樂電影評委會 特別的 提及 香港這篇的解說 就是 片中的主角是大城市的邊緣人 或者追逐理想的一群人換來很大的失落 移率性而陷入迷惑 是屬於一群新舊時代錯亂夾縫中 不能自閉的雜種 電影當時拍下90年代中國青年 在北京玩音樂 喝酒 談情 既呈於 工作 或者是有一個施工地盤 惟惟惟惟的日子 對於未來和生活的迷惘 和不確定 片中也穿插 不同的電視新聞片段 提及東德 蘇聯解體 也有提及中國共產黨等字眼 電影中有長鏡頭影著天安門 也有搭建的舞台 最終就倒下來了 是不是予以中共倒台呢 盼了三十多年了 這段影片 以中國的獨立樂隊的音樂貫穿成 歌詞談及迎風向前 空中充滿著抱怨 亦不想回憶 記得來一日 革命等等 而中國的著名搖滾仙區崔健也有份參與 他實際上也是編劇之一 角色形容 他自己是隨性的社會異己分子 M家博物館舉行第一場放映 請了導演張元 以及美術指導劉小冬出席影后的座談 美術指導劉小冬就提到了 當時的社會環境裏面 人是有青春的肉體 但是靈魂無處安放 在那個時代 最大的特點是生活混亂 有雜碎一切的年輕態度 導演說 他的電影是刻意剪到支離破碎 沒有完整的結構 不想有規則 就像年輕人的性格一樣 是一個 複雜的立體 他認為電影要有社會意義 會為觀眾帶來思考 被問到為甚麼叫北京集中 他說是一個很狠的名字 只是說了一句 不要補充了 所以 當然 北京集中直接刺痛了香港政府的神經 因為這些電影 這些是忌諱 以前是豬狗族的殺頭大罪 所以 他們的審查 比中共更嚴格 當然 集中 跟大陸的說法不同 大陸就不會叫集中 是叫雜碎 或是惹種 或是痞種 集中是廣東話來的 所以 他怎麼讀呢 他讀不到 因為習近平的習和習的發音不同 所以 他們在北京在上面 就沒有這個技衛 在香港就有了 我們看到香港的太監 也很懂得揣摩上意 他們 基本上是很適合 擔任這個太監 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香港朋友 如果你害怕被湯家驊恐嚇的話 不要緊的 訂閱我們VPN 保證你又獲得101%的安全保障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PIA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 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試吧 好看喔 我們可以看 好看喔 你想要是哪裡 掛在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